我就是说用上天堂来形容 让你整个心情 还有感觉变得非常的棒 非常的nice 全场都惊艳的起司蛋糕 你一定也会做 这一位头号粉丝介绍的 就是台南这家甜品店 怎么这么好吃 老板娘教你自己做重乳酪蛋糕 你也能让人惊艳 就是用食物处理器 就可以做出六寸的蛋糕的食材 乳酪的部分我们是用330克 饼干粉我们要用差不多150克 还有两颗蛋 糖21克 酸奶80克 加上20克的柠檬汁 可以让口感更清爽哦 接下来要铺好饼干底 也就是饼皮啦 这个饼干底有一个步骤就是 你压的时候一定要压平压紧 你就是要到烤箱里面 约烤一个10分钟 让饼干变得酥脆 饼干用坊间的营养口粮就可以了 接着把所有材料 包括蛋 糖 乳酪等 都放入食物处理器 打到绵密 再加入酸奶和柠檬汁 就可以倒磨咯 有个配方快笔记哦 倒完了以后 稍微用桌面拍一下 然后第一个就是 它里面的空气 不有那个颗粒 再来就是让表面 要平整一点 再来就要送烤箱 烤40分钟咯 上火160 165 下火160 那如果朋友很喜欢自己DIY的话 可以在家里面做看看 冷却之后就可以卸下锡箔纸 用刮刀在旁边片一下 让蛋糕容易脱模 香喷喷的蛋糕就完成了 很漂亮对不对 有没有很想吃 快来动手做做看吧 财经中心台南报道